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他說 嚴厲方程式γ是這個 他的增廣矩陣是A 也就是A是這個增廣矩陣 然後這個γ2是這個方程組 他的增廣矩陣是B 是這個 那麼他們說 請問下個選項的推論哪些為真 我們看這個A選項 他說若A可今列印算化成B 從這裡化成B的時候 那麼γ1跟γ2 這兩個解會完全相同 首先我們看 這個如果兩個 它可以化成這個的話 它的解的話一定會相同 我們假設它不同好了 就是說如果解不同的話 就不可能化成它 為什麼 我假設說 它的話可以一直化一直化 化到這個解 這個是一點 這個解的話呢 它是x等於2 那y等於3 y等於3 y等於1 y等於1 z的話呢 等於3啦 就是說他如果他可以化到這裡來的話 他的解一定會完全相同 就是說如果他的解跟他不一樣 比如說他的解是這個好了 他的解是這個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化成一樣 為什麼 如果他能夠化成一樣的話 比如說他有一條路徑的話 可以過來化成他 那可以過來化成他的話 那代表什麼 代表這個解的話 我可以這樣過去嗎 化到這裡以後的話 然後再畫過來 再畫到這裡來 這樣就變成什麼呢 變成說 這個解跟這個解相同 那這個解是什麼呢 這個解不是一點 這個解是一條什麼呢 是一個那個 等於是一個面 這個解它是 x 加上z等於5 然後的話 y等於1 也就是說他在什麼呢 這個解是在什麼 是x 那y z 就是說y等於1 這個平面上 y等於平面上 它上面的一條直線 所以這個代表是一條直線 所以這個代表是一條直線 這代表一點嘛 如果的話 他如果什麼呢 如果他的解 跟他的解不一樣 但是他如果畫過來的話 代表什麼呢 代表 就是說他如果可以畫過來的話 比如說他可以畫過來的話 他可以畫過來的話 那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他的解是這個 那他的解是這個的話 那我就可以由他的解 這樣畫回去 一直畫 用矩鑑令運算 反運算回去嘛 在這裡的話再回去 在這裡的話再回去 比如說我這個真廣舉證的話 可以畫成這個真廣舉證 但是這個真廣舉證 它的意思是代表一個點嘛 這個真廣舉證 它的意思是代表一個直線 那一點怎麼可能會 怎麼什麼 怎麼可能會是一條直線呢 所以這樣就矛盾了 所以不可能說 不可能真廣舉證呢 他能夠互畫的話 他的解會不相同 這不可能的 如果呢 真廣舉證他能夠互畫的話 代表他的解 他一定是相同的 不可能不同 所以A選項的話 他說 A如果可經類運算 化成B的話 代表呢 這個的解 就經過 經過那個 舉證的類運算 事實上舉證的類運算是什麼東西 舉證的類運算就是那個 加減效續法 我覺得我把X跟Y拿掉嘛 然後我用加減效續法 加減效續法的話 就可以把這個什麼呢 把這個X消掉 比如說我這個把它乘以 這個東西乘一個係數 這個東西乘一個係數 這個東西乘一個係數嘛 然後把它減下來 減下來這項就沒有了 這項沒有代表這個 也就是說舉證的類運算代表什麼呢 代表加減效續法 代表那個加減效續法 它的運算過程當中的話 它的解是一樣的 每運算一次以後 跟原來的方程組的解是會完全一樣的 所以它如果能夠呢 互化的話 那麼它的解一定是一樣的 所以這個是對的 A選項是對的 好 再我們看看這個B選項 B選項的話它是說 X等於2 Y等於1 Z等於3的話 是γ1這個方程組的解 就代入成立 也就是說代入去的話成立 那代入這個也成立 則A可經列運算化成B 那不一定啦 因為你這個解 這個解滿足這個方程組的話 這個方程組可能是一個點 可能是一個面 可能是一個線 也就是說這個解的話 不一定是跟這個解是一樣 比如說這樣子 比如說這個 這個解的列運算算到最後的話 變成一個點 這個點是2213 也就是說 這一點的話滿足這個方程組 然後這個矩正列運算算完以後 變成了這個 這個是一條直線 那這一點的話 也是在這一條直線上 所以這個解也滿足這個方程式 也滿足這個方程式 但是呢 這兩個解是不一樣的 這個解它是一個點 這個解它是一條直線 這兩個解是不一樣的 雖然其中有一點的話 滿足它也滿足它 但是這個是一點 這是一條直線 所以不一定 所以不一定 所以B選項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看C選項 C選項它說 如果Gamma1的解 代入Gamma2 都成立的話 則A可今列運算化成B 這個的話不一定 為什麼 因為它的解代入它都成立 比如說它的解是1點 這一點的話也在這一條直線上 所以它的解只有1點 代入這裡的話都成立的話 但是它們還不是同解 所謂同解的意思就是 完全一樣 完全一樣 但這個沒有完全一樣 這個只是說 它的解是1點 這個點也滿足這條直線而已 所以它們的矩陣列運算 沒有辦法互化 所以C的話是錯的 它的解代入這個都可以成立 比如說這個 這個解的話只有1點 這個解代入它都成立 但是A不能化成B 因為這兩個沒有同解 這個解是1點 這個解的話是一條直線 所以這不行 這樣我們看第一選項 如果Ga1跟Ga2的解完全一樣 它是1點 它也是1點 它是一條直線 而且是同樣的一條直線的話 那麼最後的話 它們的什麼呢 體制的內運算會互化 為什麼 因為你畫到最後的解的話 跟畫到最後的解是一樣的 那這樣子的話 我就可以怎麼樣 最後的解是一樣 那我就這樣畫過來 畫過來 畫過來以後 它等於它 那我在經過這個 緩什麼 緩運算 因為什麼 因為矩陣列運算是可逆的 可逆的啊 就是說 我本來的 本來是這個減這個嘛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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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矩陣列運算以後 再把它加回去 又變成 上一個的那個 真光矩陣 所以這是可逆的 就是說 我這樣可以 矩陣列運算過來的話 也可以 回去啦 這個都是可以 可以回去的 這個都是雙向的嘛 那這樣子的話 如果它兩個解 最後兩個解都一樣的話 那我就可以 一直算出來 算過來 算過來的話 這兩個一樣的話 再算回去嘛 那這個就可以什麼 可以互通啊 如果解完全一樣的話 那這樣的話 可以互畫 這是對的 如果解不一樣的話 那在這裡都斷掉了 你不能過來 所以這裡答案的 我應該選 A跟D